小弟呢,會上Cockland Fan表演 有這個? 我上Cockland Fan? 我啊 想踢裸的,因為都很熱血 因為我們都尊重我們Program的Quality 所以我們一定有幾乎區 我叫我Tanko Michael 想邀請你,和我上Cockland Fan 好啊 Stage 2是我們整個音樂節 其中一個最大的舞台,Michael 為什麼這麼大膽呢? 對你有信心 是不是啊? 對Jason也更有信心 我的手指就痛了 因為你每天練排都很重 我怕他做時候,我喜歡痛到淡度 他就是有那種硬來的精神 他都會死得碰他 我爸爸就說了一句 嘩,我兒子你很厲害的 但是你永遠都是排第二 各位,我即將要上Cockland Fan表演 就是這個台 那件事到底是怎樣的呢? 其實Michael一直都有玩音樂的 但其實他的音樂的背景是鼓裏面的 因為我知道他平時有教鼓的 那教得人鼓呢,我想那個程度都不差 他就會說,我真的要去哪裏教鼓 很早起床 但他又不會很興奮,我就去教鼓 那你不會覺得他很喜歡那件事 12歲就已經開始打鼓了 現在就斷斷續續20年多了 斷就多過續了 有點像叔叔這套戲 他突然之間有很多跡象 他告訴你,其實你是喜歡男人的 有些像我,Michael你打鼓 你教鼓,你一定很喜歡鼓 然後種種跡象,我發覺很不一樣 但他對於結他喜愛是大過鼓很多 那個地步是他不懂彈結他 但是他會買結他回來 即是他帶那支結他 是在他完全不懂結他的情況下 他買了第一支結他 多少錢買一支結他 3000元二手 3000元二手買一支結他回來擺 因為他完全不懂 3000元兩手 我剛剛想補這句 當時他有9000元的工資 用了3000元買一支 他用了3000元買一支 不會彈結他回來 所以其實就是很有熱情 當他拿去弄的時候 他跟人聊起結他經的時候 是很像一個懂得彈結他人 當時他是不懂得彈結他人 我又說不出我喜歡的鼓手是誰 但是一說結他 我又說了很多結他手 Defi,Joe Satrieli JQ,我偶像JQ 我不會彈結他 但是我都會買他的舖子 種種跡象 發現我是喜歡男人 我是喜歡男人 但這個醒覺是我28、29歲 我再學 此前我學功、學器 我只由零開始學起 到有一點點成績 是要多少苦工 我想那個成本你給不給 我決定不給 你聽完有什麼想說 我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樣可以幫到你 開頭跟你說 我的夢想是跟JQ彈一首歌 我想彈你一首歌 但是我知道不容易 我有買你的舖子 就是看他怎樣配合 有時候勇敢求愛 就需要人推他一把 Jason Q是一個本土吉他Hero 23歲就做紅館樂手 容祖兒、陳奕迅的演唱會 都要找他助陣 Michael剛才提到的 Steve Vai、Paul Gilbert 就是外國的吉他Hero 其實就是只隨著 樂隊音樂的流行 但眾對吉他手越來越崇拜 而形成的音樂文化 和偶像文化 我覺得我沒可能在短時間練習 還有三、四個月可以的 你怎樣都要跟我下手吧 我回香港 8月初 我就面對面再跟你 好啊 好啊 發脾氣 好啊 那我這段盡練 今天是7月 糟糕在哪裡 7月20日公佈了的第一天 糟糕 原來要對著CAM說話 第二天 第三天 這次就是 給同事一齊推我上台 表演這個吉他 目標就是 大約四個月後 12月3日就會上香港 其中一個最大的音樂及藝術節 Cock and Flam 去和我的偶像 Jason Kui 表演一首他的作品 有難度 八級的 Splash MICLE 我們先報一報時 今天時間是8月16日 差不多28天 即是一個月 我們去找Jason Kui 當作一個小小的現收 我看到MICLE 為何你要穿雜腳褲 因為很多吉他Hero 都是穿雜腳褲 即是Jason Kui 都是穿雜腳褲 大哥大哥大哥 好 喜歡甚麼顏色 我喜歡就薄荷綠 那就這枝吧 好嗎 因為我也會用這枝 差不多顏色 好啊 來一下Jacko Poon 都是穿雜腳褲 我有一個Stereotype 就是通常吉他Hero 都是穿雜腳褲 他都少闊 又不夠Hero 不夠Hero 沒有這樣的明文歸易 我自己覺得 你用甚麼 我10 是呀 OK 立刻斷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剛剛Plan了Plan 對不起 對不起 剛剛才說10 你很緊張 緊張嗎 很緊張 我本身說不緊張 第一次聽Michael彈結他 是呀 真的 緊張嗎 你沒有拿結他出來 但我沒有看過他彈過 Hero 你沒有聽過Michael彈結他 當然沒有 我連他拿結他還沒見過 有些心針 是手掌 很緊張 我拿了一支 不是平時自己彈的結他 對著J.K 有很厲害的結他手 Jacko Poon 有一個Ellen在 看著的時候 就很緊張 嘩 怎樣啊 準備 1 2 3 4 就算你不認識結他 看見Michael的法溫樣子 你都知道這一刻的他 剛剛彈了一會兒 我們彈了15分鐘左右 我現在覺得 剛剛合格 很明顯還沒合格 我的歌不容易 朱主席 真的難 是啊 你的預期表現是好一點還是差一點 好一點 因為我預期他好像你形容 他打鼓而已 他不會彈結他 我是預期 一來到他會彈好音符 所以第一個門檻已經過了 還有期望 很想你自己的東西展示給大家看 就不是出來 不好意思 今天我彈了一點 不要這個感覺 剛才有沒有這種感覺 也有 少許 因為你凹水啊 大佬 害怕 我沒見過你這麼滿情色 對啊 為什麼凹水啊 其實我覺得其他人應該都知道 你認識下去 你就會覺得他就是一個 內向仔 一個害羞仔 就是他那些風趣 搞笑 那些都是面那一陣 其實我覺得他底那一陣 是不太有自信的人 第一次發現 可能是看影片 反而是相看 他一走進來那一刻 他好像很有自信 然後一秒後 他就凹水 不要了 我不行了 他看你 他看你 我不行了 首先 他要心態轉變一下 就是不可以再好摺 因為你好摺 摺呢 你就Hero不到 你也可以的 你都習慣了 有很多CAM對著你 都習慣的 給他領導 他領導 我真的要報告你 這個這麼好的資訊 蛤 超級好 我真的想收壞自己 想不到你一表現的時候 那個氣場立即沒有了 對呀 燒氣場 五個月不可以摺 你上台就 嘩 希望他這幾個月 聖聖定定 真的 滾瓜爛熟 彈到 我們現在去Cock and Flap的本部 講關於 細節的東西 我們在你 所謂的 Orbit stage Orbit stage 是我們的第二次 是一位的 大廣場 我們有很多 有很多藝術 在這場 像 Azap Rocky Chie Chen Ting Phong Yoda Tango Color Yellow Many many others And It's time for Michael Degraise stage 哈哈哈哈 為什麼這麼大膽 對你有信心 是不是呀 真的很大膽 對Jason 也這麼有信心 好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 真的嗎 因為知道是Michael 我又覺得是 有一個安心在 因為我見過他陪 Chunky減肥 的那個故事 我就是 Cookie減肥 監督督到月了 我記得 你是一個會 會堅持到底的人 我覺得在這個點上 對我們的團隊 安心 那Michael又真的可以放心 他由每天練三個小時 變到 七月至八月 這兩個月 我每天都要練 最少三個小時 有一段轉捏點 總之就是 睡不著一晚 在錄IG 我看得多結他東西 自然派結他東西 然後給了 Jacko Poon的訪問 由早上練到晚 睡兩個小時就上學 然後再練 可能玩九至十個小時 我心想 不行 我只有三四個小時 怎可以 我就開始 每早 每晚都會練 第六十六天的 早上 晚上 早上 晚上 早上 我早上六七點起床 練兩三個小時 下班九點至十二點 練兩三個小時 練到手燙 練到老師叫他停 好了 今天下去就不要彈了 因為你每天練太多個小時 我怕你會笑 我喜歡你痛到彈 你下課之後 少少 都要彈 他不會休息 這方面是性格 就是有一個去日本加加拿大 挺漂亮 不能帶著結他到處走 所以就令到他能放鬆 看得出他真的很拯強 他有時不是不怕 但他就會捱自己頂硬上 例如我曾經跟他拍過一個 就在那裡 我們去煽招皮一個這樣的動作 他沖他真的完全是直落沖 但其實那一刻是有機會傷到尾龍骨 他就是我怕但我都會頂硬上的一個人 滿意了吧 已經回來了 其實是我回到這份好的地方 就是出鏡的時候我回看 我才想得起自己說了甚麼 我記得有一次跟敏儀拍拖 拍攝的拍拖 我要澄清很重要 我拿了一部四驅車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我那個年代 但我是很奇怪的 我從小到大 我喜歡一些角色 我是喜歡浪費角色 我一向都做不到主角 喜愛這件事其實是個人的心理投射 其實某程度是反映自己的性格 我最喜歡動漫的角色就是比達 青馬列 忍者龜 我都可以說一下我為甚麼叫Michael 我在兩三歲 我在加拿大 是流行忍者龜 我和哥哥打打機 選擇角色是我哥哥先選擇 之後到我 我哥哥就選了Leonardo這個角色 是忍者龜裏面的隊長 我就選了Michael Angelo 是一個小朋友 是一個勿諧的性格 回顧自己的時候 是嗎?Michael 不停和你合作 和Chucky合作 然後發覺 我永遠都在第二個位置 彈出彈入 我就會經常記起我爸爸的這句說話 然後說 幾點出了我人生的角色 我覺得是 我和他有段過去的 不是那段過去的 應該是整個MM裡面 我和Michael應該認識的最久 是不是要說在哪裡認識 當然要開鼓吧 我們在教會認識 我不知道觀眾知不知道 他爸爸是一個牧師 再提一次吧 他爸爸當時真的是一個 非常受人尊敬 和很勁佩的一個角色 而且他有時會說幾多他爸爸的東西 有時會直接說回他爸爸的東西 說給我聽 旁人聽你都會感覺到他們 感情應該是挺穩定的 家裡基本上有父母 有個哥哥 對下有個妹妹 因為從小到大我讀書都不聰明 我哥哥是聰明的 我是很差勁的 我妹妹OK的 突然去到大專 讀一些設計的東西 突然聰明得很厲害 因為擺在對位置 就跟他不停說學校的東西 那我上莊我是做內務副主席 即是第二大的 做了City應該厲害 你有兩年的教育 你再去City 我說不是 總是有個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我爸爸就說了一句 哇 兒子你很厲害 但是你永遠都是排第二 不是任何責怪 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做第一 他其實是從小到大的一種觀察 我覺得是 我不記得我有什麼感想 不記得的 但是就浮浮沉沉四天 會記得這個對話 我覺得挺厲害的 我爸爸 他用一句說話點出了我的人生 我覺得 身份或者叫做永遠會排行的 那個階級 其實他是 他很有自我認知 這件事 其實合照好看見到 一個人的反應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蛋糕 你知道Michael又生得不是叫高的 因為他在中後排 到要拍的時候他又好合作 又會加高一點 他會知道合照裡面 哪些是主要的位置 他就會避開那些主要的位置 之前說了很多喜歡的動漫角色 其實我喜歡結他 可能因為他也是排第二 通常一隊樂隊裡面 結他都排在Focal之後 喜歡J區可能就是因為 他是由一個伴奏結他 他走到上前 走到第一 做一個我認為的結他Hero 所以我某程度上 可能是自我投射 這個位置我很欣賞 所以我就想借今次的企劃 就想和Jsson區 試一次 一起由第二行做第一 第86日 MM兩周年 剛剛開完Party 十二點四十五分 喝了少許酒 好像很慢 93天 107天 差不多了 倒數二十四天 我就來一次正正經經的 這個是怎樣開場的 其實是開場的 開場的 我先跟他說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們Bang房 是 Jacko 我是彈結他 劉彥廷 Frankie Yip 自己也有作歌唱歌 有自己作品 Hello 我是Hermas 我是彈Bassie 我是Wilfred 打鼓 在我心目中 他是全香港 或者基本上是全亞洲 整個大亞洲最厲害的 金屬鼓手 還差一句 我經常聽你說 是嗎 沒有之一 沒有之一 對 沒有之一 剛剛那個Cash到那個Cash Cash 好 下去Bang 開始有少許期待 上座跟Fan 過一天 因為 是不是想問 為什麼 因為 我放得開了 那件事 我覺得 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旁邊有個Frankie Yip 我看到他很享受 跟一流的樂手合作 我覺得 我不可以站在那裡 我由練習的結他手 變成一個 我想表演 雖然那些人還是很局促 我跟J區彈 我是放得開 我口不合得那麼近 OK了 OK嗎 OK了 真的OK 但成請你墊住了 但我很多位都沒有彈你才知道的 我又不太覺得 學了四個月 四個月 在這裡 在這裡學 在這裡學就三個月 我老師很厲害 是啊 哈哈哈哈 我老師是有料到的 說一下吧 我覺得音樂感很好 有東西聽 好像知道在做什麼 不彈結他好像有點浪費了 哇 哇 真的很正面 很正面 負面的位置 可以了 哈哈 我們先剪個5 好嗎 好 好 拜託了 哇 緊張嗎 不緊張 好 不緊張 滑好 今天我們 我們做什麼 很緊張 轉 不然他轉不斷轉 你怎麼自己彈 都好像挺惡烈的 你有看過這段影片嗎 我沒有的 他叫我們特意不要看 你退後一下 笑了笑了忍不住了 你想自己彈還是我和你一起彈 自己 自己 好 一起吧 你這個人也挺反觀的 第一句那一刻 你偶應覺得是跟上次很不一樣 嘩 嘩 彈不到 一直彈結他 我都有一個 黏著的嘴 我放得開的時候 你見到我的嘴不合起來 就是我享受我放得開的時候 三個月時間 好看他一天練多久 我覺得如果你是狂練同一首 都有可能 但是你的過程一定不會先享受 先說回客觀那件事 Jason他彈了幾多年吉他 你一個人突然要學三個月吉他 然後走上去 那件事一定不合理 但我覺得他做到 他就是有那種硬來的精神 他都會死得碰他 好 Michael 放下去練習的時間 是令到我驚訝的 你練到手痛 保持著每天四五個小時 我覺得是很瘋的 絕對我看得出那個成果 記得要放更時間 把牌子上 因為很多時候的位置都是brush的 是98.5 好 好 因為我永遠演出爆一霸 哦 心態 對 心態 如果你站到上台 一定不會有失禮這個字 在別人眼中別人的感覺 再加上未來這兩個星期 你繼續練下去 我們連台風 連一些表演性的東西 一定是有看頭 我們那次彩排完 我們夾完之後 我沒有說過 是有輕輕的幸福感 所以那一刻 我真的不靜止想跟J.K.在他的宿舍彈一曲 我都很期待跟他一起上Coccombat 經歷了四個月 我彈完那一刻 我是有甚麼反應 我預想不到 即是那一刻 我會哭 我會笑 我會一片空白 我很期待那一刻發生甚麼事 你可能可以聽說 因為我一直都很害怕我逼了他去做 我覺得我有點頭正 所以我才會這麼想 還會這麼出力 而他是逼我去拆船 他會不惜一切 會繼續這麼努力 對 我知道他是會這樣 所以很怕我逼了他 我到剛剛這一秒 我才聽到他說 他是有期待 那我就 我個人都放鬆 我怕他也有開心地嘗試完整 這件事 我認為大家是會期待那一天的 我都期待 年半之前 我爸媽回樓回加拿大 我是今年第二次回來探國 你準備過這個訪問嗎 想了一點 他才會發生甚麼事